關注社會消息 台北市的夜店殺警案 今天已選台北地方法院 而被告曾威豪跟劉馨彤雙雙不認罪 何一庭審理之後認為有羈押必要 晚間也裁定總共有17個人羈押警戒 曾威豪、劉馨彤、蕭瑞鴻相關的涉案人全都不認罪 那麼曾威豪則是表示 跟劉馨彤還祭出了是温情喊話 希望能夠感動法官 不過法官認為被告涉及殺人重罪 為了避免被告串陣逃亡 也已經裁定了17個人全部收押警戒 那麼也將在11月28號要首度開庭審理